很多人都不在乎自己的政治權利 只要自己賺到錢搞好經濟 就算社會沒有言論自由都無所謂 你看看現在發生的這種事 如果出現在歐美國家 第一時間會有大批記者去採訪 公開事件保證透明度 大家知道了就會去防備 你看看醫生都在說一切以國家為準 連病人的確診都以國家為準 國家政府玩什麼手段沒有人知道 大家還準備看春晚想著開開心心地過年 要知道這種病毒會引起病發症 它雖然不會百分百致命 但是會引起好像流感病毒造成的病發症 如果這種病毒適應了某人體 就會在他的身體裡快速繁殖 並且會引起他身體的其他病發症 比如糖尿病等 而且病發症一出現 這個人就會死亡 所以這個就看誰不幸運了 什麼意思呢 就是致命率是隨機的 這個病毒現在還不是特別針對某人群的時候 還未發現它針對哪類人 但無論如何大家都要非常小心 我們有些中國人 學佛只懂得燒香拜佛 那種自私的心態就好像天跌下來 會自然有個高佬頂住 和我無關的再大的事都無關 我只要燒多兩炷香便平安無事 或者是就算發生在自己身上 都是自認當刻 和國家和中共和病毒來源 以及如何隱瞞疫情無關 一切馬照跑路照走 反正中國人多 對於大家這種心態 我覺得特別可悲